我还要给你们多少时间呢 你们这一波未平一波有期的 都已经耽误了一个月了 再等下去 我的心愿都要慌了 然后是什么呀 有 二当家的 二当家的 前几次是看在您的面子上 我心里虽然百般不愿意 但还是让他们留下了 您答应 宽限他们一个月之后登台 可他们给我的是什么 是光吃饭不唱戏的罪 二当家 不是我铁石新城啊 再这么下去 那我也成了泥菩萨国疆 自身难保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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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脸变的 要什么戏班子呀 我看就靠你变脸 就能养活整家戏院 不是 不就是钱吗 我给 那敢请好二当家的 以后这个戏班 给你带来任何的损失 你直接来找我 诚 诚 罗程 拿银票 不必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如果我们西班 继续在这儿待下去 只会给自己和别人 添无数的麻烦 就是个永远填不完的 无底洞 医生说 我只有心情放松了 嗓子才能重新发生唱气 但是我知道 咱们西班在东江待一日 我就一日不可能放松 也就可能一辈子都唱不了戏 没了嗓子 我天鹰一无是处 只是大家的累赘 师父临终之前 把戏班托付给我 是为了让咱们能有个好银声 能唱好戏 可是现在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办到 你还有我 你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罗夫生 你这个朋友 我没有白交 这段时间 我们西班遭遇这么多变故 都是你在背后默默地支持 我无以为报 但是我不能一而再再而丧地 靠着你的救济 在这东江苟且头上 也给我师父丢人 西班有西班的规矩 更有西班的脸面 师兄弟们 请大家不要怪我 临阵退缩 我现在 没有资格 也没有脸面 再当你们的班主了 咱们这个戏班 散了吧 这怎么能干呢 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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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怎么能干呢 师爷 我们去哪儿啊 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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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忆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罗夫生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 但是我也要像爹一样 说话要言而有信 而且东江对于我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 值得留恋的任何事了 怎么没有啊 罗夫生 有些话还是放在心里 这样也许对大家都好 我毕竟是一个平凡的小女子 你呢 是东江的大人物 我们两个能够成为朋友 对我来说 已经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罗夫生 最后 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说 这个 是我写给许星成的信 希望 你能够转交给他 好 谢谢 谢谢 爹 对不起 是女儿没用 我的嗓子 尝不了戏了 咱们戏班 也无法继续运转 爹 你千万不要怪我 几三戏班 我真的是万不得已 才做出这个决定 师兄弟们还得吃饭 我不能连累他们 有福 他们可以跟我一起同享 但是有难 绝不能让他们 跟我一起同当 是啊 爹 您走了以后 天忆为这个戏班 出了多少力 付出了多少心心 我是再清楚不过了 爹 我先带天忆回老家 调理一段时间 如果有一天 他嗓子好了 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再把师兄弟们 重新聚起来 重振我们戏班的威名 报告 进来 徐警官 罗夫生非要来见你 我已经给拦住了 这是他给您的信 出去吧 出去吧 星成 我知道 你对我 你对我一直都是真心的 你对我一直都是真心的 我也知道 这段时间 你一定会觉得我是个无比绝情的人 可你不知道 我每拒绝你一次 我的心里都会无比地难受 我相信 你爱我是真的 但我们却相遇在了错误的时间 在这种情形下 我没有资格去拥有自己的爱情 也许 这才是我主动离开的真正原因 星成 你曾经承诺过一辈子都要拉住我的手 我相信 如果我们在一起 你一定会做到 但这一次 是我主动放开了 所以你不要自责 让我们那些美好 都在回忆中保存 好吗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成为 像你所说的那种好警察 也许到那一天 我们还会再相见 我实在没有办法和你当面说出告别 星成 再见 你一时平凡若梦是结局 把爱变成最浪漫的故事 默默守候 为你执着眼里轮廓 割下我们彼此不变的承诺 与你附生相伴一路永久 彼此对望是你如此的霜梦 无论天空海阔 无论天空海阔 世界尽头我会陪着你 你一时平凡若梦 你一时平凡若梦 都给我评论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我们在东江市的首次亮相 东江市的戏力凡若梦 上起的首情自立的我们 设置以后 你现在就去排断场给我费着 我们唱戏的越是被人看不起 我们越是要自重特爱 只因你我每个角落 这么延火住世界海阳 我一时平时对你们严苛 为了就是今天这出大戏 咱们西班一定要在东江 来个开门红啊 从今天开始 我不算是大家以前的小师妹 而是这个西班的 班主 转入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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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最往事 你如此的双眸 无论天空海阔 世界尽到我 会陪着你 se不再有了 在那一小将 就算了 留下来 留在东江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要言而有信 现在戏班已经散了 我跟我哥 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 可你这是在逃避 你还记得你在拼影戏前 跟我说怎么说的吗 你说你要扛起这个戏班 你说你不会再逃避了 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我做不到 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想把戏班扛起来 可是现在呢 我的嗓子连戏都唱不了了 戏班散了 可以把它重建起来 嗓子不好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它治好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 轻易放弃它呢 我真的做不到 你做得到 从我第一次看见你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不管遇到任何问题 你都会想办法克服 去解决 天忆 留下来吧 留在东江 我想看见 原来的那个天忆 原来的天忆 你还欠我三个愿望呢 那 不管怎么说 你还欠我三个愿望呢 第一个第二个都已经实现了 我现在要行使我第三个愿望的权利 你留在东江 除了这个 罗夫生 第三个愿望 你对我提任何要求 我都尽我最大的 努力满足你 但是除了这个 你为什么一定要 离开东江呢 你现在 现在西班洒了 你嗓子又没治好 你还没有找到 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你根性就这么离开吗 天悦 只要你肯留下来 我跟你保证 我一定会想尽我一切办法 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只好你的嗓子 相信我 我留下 但是你要答应我件事情 我留在东江这件事 不要告诉举行程 因为不见面 会对我们双方都好 谢谢 谢谢 蓝蓝 小青说你一直在这儿埋醉 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林大哥 既然来了就陪我喝一杯吧 坐 蓝蓝 你这么逃避是没有用的 浮尸是看不到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我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会心痛的 心痛 有事比我更心痛啊 我爸一声不吭就把我的昏迅公布出去 你觉得我喜欢那个许兴成吗 我喜欢的是罗浮射 可是我的浮尚哥偏偏不喜欢我 居然喜欢那个天音 你说我跟那个天音 我哪点比不上他 你哪儿都比他好 林大哥 我知道你向来说话地水不漏的 不会让别人觉得难过 你是故意安慰我的吧 我没有安慰你 你在我心里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 哪怕你是安慰我的 我也觉得很开心 我还没有想要去哪儿 你还要去哪儿 我都没想要去哪儿 你也不想要去哪儿 你也不想要去哪儿 我都不想要去哪儿 两次了 第一次 我办一个化妆五回 我想跟我的福生哥告白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天鹰 还被刺杀的人 昨晚好那一次我不算 那还有一次呢 我好不容易 跟我的福生哥告白了 好不容易离他近一点 可是天鹰他爸一死 福生哥又回到他身边了 那晚他胡牺牲那么大 凭什么老天对我那么不公平 我从来没有这么在乎过一个人 我从小到大只要我想得到的 就没有得不到的 可是这一次 我输得好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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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蓝 有的时候 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么痛苦 并且不一定都有结果 林大哥 你以后轻易不要去喜欢一个人 因为有可能 遇上只需要一瞬间 喜欢一个人需要一天 但是忘记一个人需要一辈子 你说 我要是为我的福生哥改天以下 他会喜欢你 不要 蓝蓝你不能为了爱一个人 就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没有人可以取代你 没有人可以取代你 那还是因为你不足够爱 如果你够爱一个人 你会为他改变的 给 你不要 你们吃了吗 你不咬 嘏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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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我们去哪儿 去个红家 我不想活家 跳舞 去山坡 弓弓弓 弓弓弓弓 弓弓弓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林大哥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为什么 无论我做错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怪我 因为我爱你 别开玩笑 林大哥 我知道 你是因为我失恋了 兰兰 觉得我 我没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我曾经以为 我可以不用恋爱 我以为 我可以不用结婚 我以为 我可以把深爱的你 一辈子都埋在心里 但是我没做到 兰兰 从小我就默默地爱着你 爱着娇纵可爱的你 爱着敢爱敢恨的你 爱着我既羡慕 又想成为 却永远都成为不了的你 原来在我身边 原来在我身边 一只保护我的人是你啊 我好傻 是我在傻 傻到没有勇气 向你表白 兰兰 我们走吧 我们离开东江 去一个没有人 认识我们的地方 去一个没有林家 和宏家恩怨的地方 让我守着你一辈子 让你像个公主一样 带我宠一辈子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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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好奇 我又是做秘密 也都只关于你 从清醒到梦境 我愿对你 走心 来来 来来来来 永远不会 林大哥 感觉好点没有 谢谢你啊 林大哥 谢谢你 除了陪我买醉 听我讲这些 无聊的失联故事 林大哥 林大哥 嗯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为什么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 无论我做错什么 你都不会怪我 因为 几位 几位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儿了 就是这儿 这环境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位置也太偏了吧 主要是我们解散戏班 把钱的花差不多了 现在只能租在这么偏的地方 天忆 你真的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了 其实房子我已经给你找好了 要不然我们先过去看看 要是不行 我们再换更好的 罗夫生 我真的觉得这儿挺好的 而且 我不能再接受你的帮助了 就像你说的 我继续留在这儿 是为了克服困难 完成爹的遗愿的 对吧 好 那先去看看再说 走吧 走 走 来了 爸 又 还当家的 房东是吧 唉 这家具也太旧了吧 而且地方还小 天忆 不过我相信你可以把这儿 收拾还不错 我去看看务事 好 罗长陪太平均你去看看 这房子你打算租他们多少钱啊 每个月五块打烊了 什么 三块打烊 三块 你想好了再说 两块 两块打烊 两块打烊 这房子房租怎么租啊 姑娘 两块打烊 两块打烊 罗夫生 你没有拿暴力未必忍净啊 你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用暴力威胁他呢 难道在你眼里 我只是一个 会用拳头解决问题的人吗 你没有拿暴力 我威胁你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哪会呢 我们二堂家想要什么东西 那还有亲自威胁吗 对啊 我还用亲自威胁 你说什么 罗夫生 你说你不用拳头的 我真是服了你了 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要不然这样吧 从今天开始 我会让你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罗夫生 一个以德服人的罗夫生 怎么样 辛苦二当家了 不过今天我们有些累了 刚刚搬进来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整理 那好吧 那你们说说说 赶紧休息 我就先走了 好 罗哲去拿东西 好嘞 天鹰 这两个卧室离得有点近呀 要不然这样 我跟你卧室那边再加把锁 加锁 不用啊 怎么能不用呢 当然了 我跟我哥住在一起 加什么锁呀 就是因为你 那行吧 那我先走了 哥 要走啊 快点啊 二当家的 那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吧 走啊 等一下 我问你个事啊 嗯 你们这个房租是按月收租是吧 嗯 那你就算到日子了 也不许催他们 听见没有 听见 听见了 你就是不嘱咐 我也不敢去催她 她毕竟是您爱着她家的女人嘛 你胡说搬到什么呀 啊 谁说那人我女人了 你赶紧悬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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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都砍架的 我真是头一回见哪 你说什么呢 啊 我什么时候包拥小蜜了 我这叫积德行善 你懂不懂啊你 积德行善 以德服人 哥 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股风吹过来了 风 什么风 是您为东江的江湖 吹来的一股清新之风 你有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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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 快站住 我脱了 天鹰 我看你乏累 特地为你熬的大补汤 来 谢谢哥 下次进门的时候 能不能先敲个门啊 敲门 我以前进你的房间需要敲门吗 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规矩啊 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关系 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既然你知道我们的关系大不相同了 你还叫我哥 我是叫了这么多年 一时之间改不了口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习惯跟你同吃同住 没那么多讲究 再说了 我们现在关系不是兄妹而是夫妻 我进我自己妻子的房间余情余礼 有什么不妥的吗 哥 我们两个不是夫妻 你忘记你跟爹说过的话了吗 你想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吗 不是这个意思 哥 我 你还叫我哥 如果你不能成为我真正的妻子 你也没有资格叫他一生爹 来 大哥 傅生 怎么了 来杯咖啡 找我什么事 最近忙什么呢 最近不就忙些生意上的事吗 这段时间那星龙馆 太猖狂了 总是抢我们洪家的生意 义父也在为这件事情偷偷 除了这些 就没忙别的 你指的什么呀 是谁把天鹰留在了东江 大哥 你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 但是这件事 你能不能先不要告诉星成 不告诉星成 你背着他继续追求天鹰吗 我现在没有背着他追求天鹰 我现在只是在帮助一个应该帮助的朋友 傅生 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跟星成搞得这么加 我没有要跟星成搞得很加 我想去找星成解释 我去找了他很多次 可是他现在不见我 你明明知道星成喜欢天鹰 既然天鹰要离开东江 这不是很好的选择吗 你为什么要把他留下来 对 大哥 你说得对 天鹰现在离开东江 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可是你也知道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 也难成死了 我根本就没见过他 而天鹰呢 他跟我有着同样的命运 他根本就没见过自己的父母 现在只知道 知道自己的父母可能在东江 所以 就算只有一线的希望 我也希望我可以帮到他 这件事情对于天鹰来说 的确很重要 你作为朋友帮他 我也支持你 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是你跟星成之间的关系 你又没有想过 星成早晚会知道 天鹰还在东江 并且知道你们一直有联系 你打算怎么跟他解释 好 哥 这么晚不睡觉 不睡觉 你在干什么 睡不着 想跟爹喝一杯 怎么了 吵到你了吗 没有 哥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让你失去了爹 也失去了整个戏班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其实天鹰 我又何尝不知道 如果我不是以哥哥的身份 和你相处 你根本就不会在意我 可是现在爹死了 整个戏班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相依为命 所以兄妹也好 夫妻也罢 我们两个人只要好好相互扶持 爹的在天之灵 才能得到安息 天鹰 天鹰 今后我不会再逼你了 如果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哥哥 我会答应着 如果有朝一日 你能喊我一声夫君 那我一定会很开心的 总之 我不会再强求和奢望 只是希望我们两个人之间 不要再因为这件事情起争执 这样爹得在天之灵 也难安心了 哥 你从小到大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 当我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 我才发觉你对我的好 并非理所应当 所以我才更加感动 哥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会跟你相互照顾 相依为命的 从明天开始 我就出去找工作 补贴家用 我还就不信了 即使唱不了戏 我还不能用自己的一双手 养活咱们俩 我不 wiadomo 是不是 太不疑 谢谢啊 拿好啊 这么早来干什么 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我来看看你 看你几没几 还挺押韵 那是啊 我怕你嫌我没文化 这不特意去饿补了 唐吃三百手吗 怎么样 还小有成效吧 嗯 不错 不过 这种三岁小孩子 都会得打游失 二当家 是不是有点太得意了 哎 你怎么就不能 夸一下我呢 你这么早出门干什么呀 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呢 我得去找工作 找工作 对啊 虽然找的房租不算贵 可是我现在 毕竟不能唱戏 没有金像 我总不能坐视山工吧 就算不能坐视山工 那个断天刺 有手有脚的大男人 他自己明明可以去 去找工作 他干吗 让你这么个弱女子 去讨生活呀 你不能唱戏了 他也不能唱了